你看啊,我把这个地租给你这个汉人来耕种 这个地呀是租给你的 你每年呢要付给我租金 但是呢,咱们为了省市起见呢 干脆你一下子把这个很多年的租金都给我算了 给多少年呢 咱们这合同上就写着一百年吧 你好,我是昆仑刘史 今天咱们这段书啊 是这八旗系列的最后一集 虽然啊,它是最后一集 但是这八旗也其实咱们远远没有聊完 当然了,咱们书说的再细致 也不可能把八旗所有的事全聊完了 那咱们这个系列差哪了呢 其实啊,咱们八旗直省住房 关外三将军 还有这个八旗伊犁住房 咱们都没聊 要说到为什么呀,这件事啊 它惭愧了 学徒我呀,它能力有限 我不确定啊,我把这些个板块讲出来 它能吸引您 所以说呢,我就只能啊 先捡这热闹的来 您比如说吧,最初八旗的组成 八旗以内的各类成员 到底是不是真的像满清朝廷说的那样 是平等的 还有呢,就是京八旗的大爷们 传说中那些提龙驾鸟啊 整天啊,吃着凉响 游手好钱的八旗子弟们 在京旗当中啊 皇上身边的护卫们 最后啊,咱们又聊了几集这八旗的衰亡 其实当我讲到这个八旗衰亡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了 如果不把这个八旗的直胜驻房和关外三将军乃至伊犁驻房讲清楚了的话 直接就讲到了道光年间 八旗武力的衰弱 其实啊,显得它比较突兀 可是啊,这书啊 它俨然已经到了尾声了 怎么说那句老话来着 哎,话赶话呗 所以啊,咱们得把今天这个收尾的部分给它讲完了 以后啊,我还会不定期的更新 把这个八旗直胜驻房啊 关外的三将军呢 还有这个伊犁驻房 全给您补上 慢慢的填到咱们这个系列以来 您呢,还得费点神 关注一下专辑 以免啊,错过您感兴趣的故事 得嘞 这一开始上来啊,这废话就没少说 咱们赶紧麻溜的讲今天的故事 那今天咱们要说什么呀 今天咱们要聊的是啊 这大清朝廷最后也只能认可这八旗的消亡 其实啊,这话得这么说 到了朝廷都必须要认可这八旗政策失败的时候 那这大清国呀,也快走到头了 现在呀,没有齐人了 我估计是没有了啊 那个当年载过齐的人 肯定是都已经这个顽固的差不多了 这当下呢,只有满族 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当中啊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满族啊,据我所知 这个民族只有中国有 当然了,移民的不算啊 因为这个满族啊 它的发源地 满族人认为啊 就是长白山的这个天池 不是有个这个三仙女的故事吗 您要是爱听啊 哪天咱们得出口来 我给您单开一集 咱们讲讲这个满族的起源传说 当年黑龙江以北远东的土地上 也生活着很多这个女真的游牧民族 不过后来呀 因为这个清朝的建立 政权逐渐强大 这些个旁支 后来也都迁徙到了黑龙江以南 现在东三省的土地上 您现在即便是看到满族的老人 也很少有人在深知八旗的事故了 但是他们基本上都知道一点 他们说呀 早些年的时候的 旗民的不交产 旗民不通婚 那旗肯定说的是旗人了 民人说的是谁呀 其实这民人说的就是汉人 最起码啊 这个当年的中国 99.9%应该是汉人 声明一下啊 我这就是这么一比方 不是这个具体的详细的这个统计数字 您可别再拿这数字 跟我这较真了 我这给您说书 说的正嗨呢 提到了这个 说从道光年啊 到同志年 一百来年间 当时我说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这么说的容易 我也没细想 其实我知道 他肯定不到一百年 我不是没说一百多年 或者说一百年吗 我说一百来年不是 这话又说回来了 1820年到1874年 您算起吧 54年 这个作为中国人 我要拉下脸来 非说是四舍五入 哎 也毛病不算大吧 得嘞 不跟您开玩笑了啊 这错就是错了 年份没算准 肯定是我的错 下回啊 咱们输输的时候 我呢 尽量严谨 随着这鸦片战争以后啊 一次次的对外赔款 那清政府的财政啊 那简直就是 一天不如一天 都不能用赤字来形容了 那俨然已经欠了外账了 咸丰三年 太平天国呀 定督天井 就是现在的南京城啊 这大清的皇帝啊 就关于八旗工资的问题 颁布了一道上狱 这上狱里是这么说的 说以后啊 咱们呀 这工资啊 可能就不能发银子了 因为在这个咸丰以前呢 八旗领工资 一向都是领现银 要不见呢 就是这个在军营里啊 给你开出一张银票了 你再到去银号兑 也是兑出来的是现银 到了咸丰三年以后啊 就改发质钱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些银子呀 都赔给洋人了 不但如此啊 这质钱呢 也发不了足数 有两成啊 不是铜钱 是铁钱 虽然这朝廷说呀 这铜钱跟铁钱 都是一样的等值 不过您看没有 您要是拿着一个 这个咸丰当摆的质钱 进村去买鸡蛋去 您放心啊 这个拿这个铁钱去呀 肯定比拿铜钱去买 人家少给您俩鸡蛋 即便是这样的 好景也不长 到了咸丰十年的时候啊 政府干脆就说了 咱们呀 要减响 在这公告上啊 给起了个名字 叫减成发响 减到什么程度呢 也就是说 一个这个八旗当兵的 只能发原来军响的六到七成 有的时候呢 这六到七成啊 你也拿不到手 这个管钱粮的官员啊 直接就告诉你了 说这月呀 库里没钱 咱们下月一块发吧 钱是发的越来越少 这些甲兵的这个负担可是越来越大 为什么呢 因为在清代初期的时候啊 是三丁一条甲 到了咸丰十年以后 基本上就是二十丁一条甲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就是啊 在清朝初期的时候 三个壮兵就挑出一个人来当兵 这个清代八旗的制度是这样的 只有当了兵 你才能享受钱粮 但是呢 工资很高 你完全可以养活你们家这些 不是当兵的旗人 可是到了后来啊 二十个壮兵才能挑出一甲 也就是说 这些甲兵啊 工资本来就少 待遇呢 还被缩减了 然后养的人却越来越多 那么咱们说了半天 这个八旗升级的问题 咱们要表达什么呢 咱们还是得回过头来 再交代那个话题 叫齐民不交产 这个八旗入关的最初啊 说这个齐民不通婚 主要呢 是要保证这个满洲人的纯正 可是您想了到光绪年以后 都基本上准备立宪了 这个立宪嘛 人人平等 还有什么这个满汉通婚不通婚的事啊 可是要说这个齐民不交产 这八旗的当权者认为啊 这条制度是非常英明的 您想啊 这齐人的基础财产是哪来的呀 都是国家分配的 齐地是国家分配的 到了北京之后 强行把韩人移到南城 也就是外城啊 这些房子也是国家分配的 他没有自己的私产呢 所以说呀 这些齐人 你的房子 你的地 政府能够允许你轻易的出售吗 但是这老百姓啊 他不关那秧子 所以说这民间呀 就想出了很多的办法 比如说啊 以典代卖 或者说呢 以租代卖 这以典代卖呢 就是啊 我和你这个汉人啊 借点钱 然后呢 把这个地抵押给你 但是这个地的地主权 还是我的啊 其实就是卖了 到了这个以租代卖呀 就更好理解了 你看啊 我把这个地租给你 这个汉人来耕种 这个地呀 是租给你的 你每年呢 要付给我租金 但是呢 咱们为了省市起见呢 干脆 你一下子把这个 很多年的租金 都给我算了 给多少年呢 咱们这合同上 就写着一百年吧 当年 齐人与汉人 签署的这种土地合同啊 这个肯定 政府是不承认的 所以呢 还给这种契约 起了个名字 叫黑契 政府承认的契约 叫红契 那到了咸丰年以后 这齐人活不下去了 这地你不让他卖 也不行了 那如果总是按着这种 黑气交易的话 那齐人吃亏了 那国家也就吃亏了 不是 所以说到了 咸丰二年的时候 这朝廷啊 就出台了一个 齐民交产章程 把这里边的细则呀 都写的比较清楚了 但是啊 只限于官内 这个官外 还是不行的 可是没过多久啊 这个大清政府呢 他这个又往回坐 吞套子了 认为啊 这么做呀 很不好 就把齐民交产这事啊 可以取消了 可是还是活不下去呀 所以同治二年的时候 又再次实行 一直到了1889年 光绪十五年 那一个大清朝 眼看就要尿气了 到了这会儿啊 无论是官内 官外 齐民的这个产业啊 是完全可以互卖了 齐民能够正常的买卖产业 就是啊 八齐解体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当然了 还有其他的标志 您比如说吧 这个陶齐的问题 清初的时候 陶齐是一件很重的罪 如果说这名齐人 不是在政府划定的土地上 而到了其他地区 那么基本上逮着之后 就是一个死刑 但是到了同治三年的时候啊 我这产业都出手了 你还非要让我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啊 你没有道理 因为我呀 要是换了一个地方生活呀 可能就能够谋生 你把我强制捆绑在这块土地上 那我儼然就饿死了 所以说啊 到了同治三年 政府又出台规定 这齐人呢 可以到各省去自谋生路 也就是说呀 这会儿的齐人 才真正能够做到合理合法的去谋生 学一些手工艺呀 做点买卖什么的呀 就政府承认了 算是合法了 所以说呢 在民间有很多听着很合理的传说呀 细琢磨起来呢 完全是不可能 甚至是可笑的 您比如说吧 有很多人都说 这北京的沙样风筝啊 是谁发明的 是曹月琴发明的 说这曹月琴他们家被抄了之后啊 住在西山 为了补贴家用呢 就开始胡风筝 这期间呀 才发明了沙样风筝 您说这事儿可能吗 当初啊 这整白旗的左领 要是发现这曹月琴 没事儿自个儿挨尖 胡风筝卖呢 那肯定逮起来呀 这屁股打开花了啊 那是轻的 保不齐筋啊 您就看不见红楼梦了 那么咱们都已经说到 这齐民可以交产了 齐人呢 可以去各省自谋生路了 这八旗解体了吗 还没有 为什么呀 因为这会儿的齐人和民人 还是不一样 齐人呢 还享受着一定的特权 1905年 哎呀 咱们可是说到20世纪了 大清政府啊 派出一个五人的考察团 出国呀 去考察立宪事宜 这五个人呢 是由这个郑国公宰责带领 其中呢 包括护博侍郎戴红慈 兵博侍郎徐世昌 湖南巡抚 敦方商务左城 少英 等到这五位大臣考察回来呀 清廷决定立宪 虽然这立宪过程啊 很可笑 但是啊 不是今天咱们要讲的话题之内 所以说呢 咱们抓紧时间 先把这个八旗讲完喽 那可说得嘞 那你这既然要立宪吗 别管你这清政府是真想立宪啊 还是假立宪 那么第一件事情啊 就得做到公民平等 所以说呀 必须得划除满汉的界限 清政府啊 又搬出了四条政令 是什么政令呢 第一条啊 先取消满汉分圈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过去呀 这满官跟汉官 管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这个民人跟这奇人犯了罪啊 是由不同的官来审理的 管满的官不管民 管民的官你管不着满 从此以后这样不行了 哎 顺天府的浮衍 在我所辖范围之内 不管你是大丸两县啊 还是京郊地区 所有满汉人都归我管 这第二条啊 就是犯了罚以后 必须得是相同的 代诚至一样的罪 在早之前呢 这奇人犯了罪啊 和汉人犯了罪 惩罚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啊 同时犯了这条罪 这汉人啊 就被发徒刑或者流行了 可是到了奇人呢 没有流放这么一说 就只能是啊 敦家 上乘木家呀 关两天了事 这奇三呢 就是让所有八旗啊 出奇闺民 当然了 这件事情啊 咱们一会儿还得说 就没成功 这第四条呢 就是满汉通婚 这一点啊 没有什么好解释 哎 这个四民平等 所以说满汉通婚 是很正常的事 咱们最后呢 还得说这个八旗闺民 这件事情 八旗闺民呢 就是让这个满洲人呢 都自谋生路去 和其他的民人一样 政府呢 就不再发给这个奇想和补贴了 说实话啊 这别的地方啊 都好办 这个辛亥革命一声炮响 什么广州 南京 成都 只要这个革命军 一打到那个地界 立刻这奇人的良响啊 就停了 可是北京城不行 您一想啊 那儿的奇人 他都是秧子呀 您要不给钱粮啊 那就饿死了 这件事情啊 可不是单清政府这么认为 这事啊 可是写在这个清帝的退位诏书上的 也就是说啊 这逊了位的大清朝廷 和这个民国政府啊 商量好了 这八旗的这个奇想啊 得逐步取消 那么北京的奇想是到什么时候取消的呢 换句话说 最后一次北京城发奇想是啥时候 哎 是1924年 那年啊 是民国13年 冯玉祥的派兵 把这个溥仪小朝廷轰出了紫禁城 就在当院给八旗关了最后一次响 本来该领三两银子的一名马甲 也就是骑兵啊 那天发了50个铜元 也就是说八旗这个词 在中国的历史上正式画上了句号 我个人觉得自打那天开始 这世界上啊 就只有满足 没有八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